近日,毛网络社区发布了一篇名为萨娜想删除的视频的帖子 该帖子包括2017年,Tress出现在综艺节目时的视频 在视频中,萨娜在被2016年的综艺节目Trick and True鼓掌时试图保持清醒 但萨娜似乎非常疲倦,她试图鼓掌,甚至无法正确地鼓掌 萨娜解释说,那是我连续三天熬夜的时候 我以为我醒了,正在努力拍摄,但实际上我正在睡着 萨娜继续解释道,不出的动图我真的很想删掉 看过视频的网友纷纷表示,Tress真的太过分了 他看起来真的很难受,这证明了他有多努力在工作 虽然很多人看到萌样纷纷大笑,但作为粉丝其实都笑不出来 真的希望他们有足够的休息时间 当时Tress人气阵望,所以行程满档 尤其发行Chair Up的时候,当时创造了沙沙沙流星雨 队长知笑曾说过,有一次行程排得很近 前一个载人穿,下一个要回到首尔市区寒江附近 几乎是一下车就要换他们上场了 当下真的是抓了麦克风就直接上舞台表演的紧急状况 行程超忙的他们,甚至边跳舞边打瞌睡 娜琳就爆料,萨娜跟萌某在Chair Up开头 摆成小花pose时会偷睡觉 最后还是希望公司能多让偶像休息吧 爱到韩社,每日解说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